大家好 我是努哥 全新世代福特旅玩家 他不像过去那么的商旅用途 却代之是一个时尚潮流的感觉 但比起兄弟车福斯的KDMessie 他又有哪些优点呢 很多人觉得说 KDMessie这个车头太过前卫了 他们反而喜欢了福特旅玩家这种车头的设计 因为看起来非常的中庸 而且符合家庭取向 如果是买比较入门版的 这个所谓的玩乐版的话 109万8000 现在还没到港 所以建议你如果要买的话 直接直上这一台124万8000的玩卡版 因为现在马上买马上可以交车 不用等 而且它配备多的非常的多 像这个LED的头灯 它虽然说没有矩阵式的 不能够自动的闪避前方的车辆 但是它至少也是有AHB 自动远近光灯 再搭配这个招牌的C型的日行灯 其实质感非常的好 这个旅玩家本身 如果你买的是124万8000 才有搭载这个17寸的旅圈哦 像它的后照镜本身呢 变成了钢琴烤漆 不过呢 它的侧边方向都蛮传统 就是一颗在旁边 钢琴烤漆 而且它有电动收折 行李架也是银色的 侧窗以及后面的后窗 全部都是这个防窥设计的 有黑化设计的 它的车门有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Easy Open 2.0 小朋友这样子轻轻一拉 它是可以打开的 虽然说它没有电动滑门 再来 它要把门关起来 其实很轻松 这样子一推 自己吸进去 而且不只侧边的门 有这样的设计 它包含了后面的尾箱门 也是这样的设计 把它一轻轻一关 它一样会自动吸附 这个是呢 现在这一台旅玩家的玩卡版独有 如果你买玩乐版 就没有这个设计了 它的第二排座位呢 是一个六四分离 标准三人座的设计 如果你要拆卸第二排的座椅 这样拉起来 椅背放倒 第二个动作拉起来 第三个动作你会发现 这边有两个像彩虹的扣钮 往下扣 往下扣之后呢 这里直接一拉 哇整个椅子 就可以拆下来了 你可以把这个车子里面的椅子 轻松的把它拆下来之后 当成户外的用椅都没有问题 而且它本身 这部分也还蛮防水的 把它放平之后 接着呢下方这里 轻轻的一拉一提 椅子就拿出来了 非常轻松 那如果说呢 你把第二排呢 以及第三排全部拆卸之后呢 它总共最大的行李容积呢 可以达到3105公升 如果只像这样子 把第三排拆起来的话呢 它行李箱的置物容积呢 则是可以来到1720公升 简单讲 这个车就是这样子的好用 没想到呢 它竟然是有德国脊椎协会AGR的认证 而且呢 这张椅子呢 本身呢 也有电热功能 腰靠式电动 但是呢 平常最常用到的前后上下 是手动 这是非常实用的设计 但是也蛮奇怪的 从方向盘 这个按钮的感觉 旁边这个大灯的起闭开关 中间10.25寸的数位仪表板 还有中间这个8.25寸的中央多媒体荧幕 看起来 简直就跟福斯一模一样吧 全数位的ACC跟车 跟车流辅助 但它并没有车道之中 只有车道的偏移辅助 并不是Level 2 这个蛮可惜的 要不然它虚拟实境的画面很好看 按一下呢 它就切回到原本平常时候的双圆式 如果你今天买的是 109万8的 传统的 比较入门版的玩卡版 它就没有这个10.25寸的数位多媒体荧幕 它虽然说没有抬头显示器 但这里还有另外的置物空间 而且这里呢 还有额外一个12伏特充电电源 可以替你的导航机 以及你的行车记录器来供电 不用再拉线到下面去了 这个是非常贴心的设计 而且前方这里 它置物空间也很多 天花板的置物空间 而且呢 当你把这个遮阳板拉下来之后呢 你可以透过上面这个透孔 去发现你里面到底放了哪些东西 有没有放东西这个很重要 触碰式的阅读灯 而且也是LED的光源 它当然有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什么冷气没有地方调 原来是要小按这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呢 这边 不过呢 它冷气功能很多 像是同级车很少见的 Clean Air 空气过滤的整车 可以过滤呢 PM2.5以及呢 旋浮为例 这个蛮棒的 而且呢 它的冷气功能很多 除霜啦 你要暖脚啦 逐步降温啦 暖手啦 还是新鲜空气 这个功能倒是非常完整 如果是CADY MESI 这边会有一排的电容式的按键 但是呢 在这个旅玩家上面 这一排是取消的 而这一颗很特别就是呢 按键一按 就可以启动了 这个玩卡板本身 才会有的APA自动停车 哇跟福斯一模一样啊 都是这个类保时捷式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排挡座 看起来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跟福斯几乎一模一样 连后方这个Auto后 还有这个电子手刹车都长得一样 不过它的杯架本身 却没有夹紧功能 而至于呢 跟福斯双身之所以的 你看 就连它这个全新的钥匙 长得也跟福斯的车系一模一样 除了上面这个福特的Mark 不一样以外 不过呢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整个钥匙都是钢琴烤漆 其实质感非常非常的棒 它前面的椅背这里呢 有一个飞机餐桌 而且它是能够调整角度的 不过这飞机餐桌 如果今天呢 前面调整我的标准坐姿之后呢 我觉得飞机餐桌是不是有点靠近我啊 那它支撑力大够不够 其实如果简单放一个面包 还有一个咖啡是够的喔 哇第二排 这里竟然有五个出风口耶 一二三四五 所以呢坐在第二排真的完全不用担心呢 你夏天的时候会太热 因为出风口 上面也有 下面也有 这个设计有点像Land Rover 你今天有坐人的话呢 再把这个头整个提高 如果没坐人把它放下去 比较不会阻挡视线 后面第三排这里呢 我觉得最棒是它头顶空间 就连第三排都还有一个拳头 但缺点是呢 它后面这里呢 如果今天要坐长时间的 从台北台到台中去呢 就稍微没有那么舒服了 没有第二排那么舒服了 接下来呢 把这个福特旅玩家 实际的开上路来感受一下 我只有一个结论就是呢 这一个世代旅玩家 真的开起来完全不像货车 完全不像商用车的感觉 反而是一种家庭休旅 那种清休旅 甚至是五人坐SUV的那种行路质感 它的引擎本身呢 虽然用的还是现在台湾非常少见的 柴油污轮引擎 2000cc的 它的马力是122匹 扭力是惊人的32.6 但第一个感受 姑且不论马力扭力有多大 它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个柴油的声音呢 小了非常的多 甚至重柴油门 把转速拉高 它的那种高转速的声音呢 也跟汽油引擎差不多 所以坐在车室里面 包含了前面的反果墙隔音呢 有所加强 坐在车里面真的开起来 听起来 完全不像是一个柴油车的感觉 这是第一个非常棒的进化 而且它的载重能力不减之下呢 后轴变成了圈状弹簧之后呢 整个吸震能力大增 而且呢这个过弯的感受 其实它侧倾的幅度并不大 而且加上它轴距非常长 2970mm 所以开起来 还反而有一种非常沉稳的感觉 这台旅玩家很可惜 它只有搭载了福特的Copilot360的technology 它只有车道偏移辅助 并没有车道至终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 如果福特也能够比照福斯引进 最入门版的Cargo手排版 让它整个价格甚至掉到 八十几万九十几万 我相信这台车会吸入更多的潜在顾客 接下来感受一下呢 这个福特旅玩家 它第二排的乘坐感受 它后面是标准的三排座的座椅 如果说今天坐在最旁边的话 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呢 它的椅面以及椅背呢 就没有正常后面两人坐那么大 但如果今天坐在正中央的话呢 相对比较好坐一点 如果今天后面真的要他坐三个人的话 虽然这台湾的优点就是呢 它的吸震能力比较好 而且轴距也长达了2970mm 所以呢 坐在正中间 有点像是整台车的正中央 它前路上车车款效益 以及呢 前面卖花车全吊 后面固定轴全吊 那个船上岸的感觉是 并不是那么明显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呢 它后面这里呢 没有任何车窗的设计 如果说呢 它后面可以有车窗 让我们可以打开一个窗窗 往外看的话 有些些更好 至于呢 不特别的玩家 它第三排的座椅空间呢 如果讲到我的置口空间呢 我现在的膝盖 完全顶住了前方的第二排座椅 因为呢 前方第二排 它不能够前后滑椅 但至少因为 176公分身高的正常男生来讲呢 后座这里 我觉得它的椅面跟椅背 坐起来还算非常的合理 它就能第三排都有两个 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所以呢 不怕饮料没地方放 不怕呢 冷气不够冷 就是第三排优点的地方 但是呢 左右两边呢 因为呢 它车身结构呢 以及一些内部的示板的关系呢 左右呢 就稍微比较拥挤一点 所以简单讲呢 如果说第二排 它有90分的话呢 第三排我给它打75分 中天严选商品真的是很赞 我告诉你 我自己的年终奖金都花了不少 全部都是在 中天快点购来选购的 而记得哦 如果要有很棒 很赞的优惠的话呢 记得要输入 素人士这首小猪 CTI555的代码 才能够有非常棒的折扣哦 真的啦 买了啦 中天快点购 赶快上去买哦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 每周三 猪猪哥来聊车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 帮我们按赞 点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能够及时补充抗菌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让防疫变得更方便更安心 一天你用两次的 防疫